欧阳暖见他神色落寞 不由心中明悟 林元新是侯府嫡女 一直受得父母疼惜 兄长爱护 被赐嫁皇长孙为侧妃 已经很是委屈 偏偏皇帝又同时许了定远公周家的小姐为正妃 林元新大婚之日 要与人一同进门 难怪要伤心了 林知然怕他难过 忙开解道 傻丫头 嫁给皇长孙 是多少名门千金求也求不来的 你却要这样伤心 传出去 岂不笑掉别人打牙 林元新却不以为然道 谁约和人一同进门 而且他还是正妃 我的花轿都落在他的后面 林知然愣住了 在男人的想法里 权力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花轿先进门后进门 又有什么要进 太子身体嬴弱 将来整个天下都是皇长孙的 正妃或是侧妃 那只是一时 将来到底谁占后卫 还未可知 欧阳暖若有所思的道 虽然是侧妃 可表姐一旦嫁过去 我们看到你 都要行礼了 林元新一愣道 真的 这么说 我可以让林元柔也向我行礼 说着 竟换了一副欣喜若狂的语气道 那好啊 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郑国侯府的大房与二房关系恶劣 连孩子之间也都是明争暗斗的 林元柔比林元新长几个月 并以郑国侯府大小姐自称 处处压着林元新一头 让她受了不少气 听到从今往后 林元柔都得向自己行礼 顿时有几分高兴起来 欧阳暖道 是啊 还是行大礼 林元新脸上的笑容 终于带了一份满意道 这还差不多 也算是嫁给皇长孙的福利了 林知染还在看欧阳暖的书法 这时候 听见这话 不由回过头来道 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居然说出这种话 回头告诉娘 看她怎么收拾你 林元新气闹得一跺脚道 都是你们俩 故意引了我说 又拿我当笑话 我不理你们了 说着 飞快跑出去了 欧阳暖含笑蹲起茶盏 刚喝了两口 不想 林元新又探出半个头进来 似乎想说什么 却顾虑林知染在场 迟疑了半天 才很小声地说道 暖儿 明日我来找你 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林知染和欧阳暖都诧异地看着他 林元新不由脸上更红 一撒手又跑了 表哥用过膳了吗 欧阳暖突然看向林知染 林知染一愣 如实道 还没有 说完他笑了 表妹这是留我用碗膳吗 欧阳暖微笑道 我命人将这几日圆中的 薔薇花瓣收起来 挣了薔薇膏 表哥 可要试一试 旁边的仓脯赶紧打开石盒 林知染伸手捏起薔薇膏 送入口中 唉 可惜 我们府里从来没有自己动手做这些的人 林知染吃了一整块 只觉香气阵阵缭绕在舌尖 十分美味 不由自主叹了口气 表哥说笑了 府里的厨子 可是手艺极为出众的 欧阳暖微笑 不以为意 林知染淡淡道 不仅是味道 还有心情 欧阳暖一愣 随即笑道 表哥若是喜欢吃 活走之前 教会你府中厨子便是 保证味道一模一样 林知染手中的茶杯一顿 半赏风道 走 欧阳暖点点头 是啊 我在这里休养了两个月 总是要回欧阳家的 总不可能在镇国侯府住一辈子 林知染抬头望向他 眼神多了几分灵力 有人怠慢你 欧阳暖平静地望着他 没有 所有人都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觉得太过打扰 林知染默默听着 心中如释重负 却又有点空荡荡的感觉 见他良久不说话 欧阳暖也略带奇怪地看着他 竹影摇曳中 他秀美圆润的侧脸 轻利而温柔 林知染望向他 忽然有种如坠梦中的感觉 竟然迟迟地一言不发 过了片刻 他站起来 脸上却已经是一片冷淡道 你要走的话 也要老太君同意 欧阳暖心道 绝儿还在欧阳家 他实在放心不下 只是老太君 却生怕他再出纰漏 坚决不肯放人 他老人家要是同意 还告诉林知染做什么 不就是为了想让他 帮着说一说情的吗 林知染头也不回地走了 丢下欧阳暖和几个丫头 面面相去 第二日 日头晴暖 欧阳暖协议在榻上 看书打发时间 看了一会儿 他半眯着眼睛 就在贵妃榻上睡了 一觉睡得很香甜 不知过了多久 隐约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像是红玉在说什么 忽然 他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声靠近 他微微睁开双眸 却见一个男子的身影 突然站在他的身前 默默看着他 郑国侯府的内院 则会突然闯进男子 欧阳暖一惊 手中书本 一下子落在地上 他迅速从榻上坐起来 扬声道 何人如此无礼 来人一阵大笑 挥舞着扇子 一副风流模样 暖儿 怎么 连我都认不得了 欧阳暖一愣 仔细看了看眼前 锦衣玉带的年轻人 只觉他眉弯目秀 顾叛神非 五官却无比熟悉 他顿时心里一松 笑起来道 新表姐 你这样一装扮 连表哥都要被你比下去了 林元欣忍不住笑了 来 快起来 收拾一下 我们出去 去哪里 欧阳暖瞧他一身男装 不由变了脸色 你要一装出服 是啊 林元欣也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非快将一套男装丢下来 快穿上 欧阳暖看了眼 啼笑皆非道 你要我穿上这套男装 和你一起出去 是啊 快点 这男装 可是我费劲的心思才做好的 沉吟片刻 他定定看向林元欣的 我真要去 当然要去 林元欣瞪着他 如果你不去 我就自己去 大门不让出 我就翻墙去 新表姐 大舅母不让你出门 是因为你很快就要出嫁了 你也要体会她的苦心 不要胡闹才是 欧阳暖说道 往日里十分柔顺的林元欣 却变了脸色 沮丧地说道 暖儿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思 太子府是什么地方 我一旦进去了 以后还能随便出来吗 不要说去散心 就是想要见你们 都要皇长孙点头 就算他同意了 那还有无数的规矩和礼仪 在那里摆着 我的心里真的好难受 现在 我只是想要在出嫁之前 出去看一看 不会给你们惹祸的 看着他沉寂的眼神 听着那落寞的话语 欧阳暖心中一顿 实在有些不忍 他思寸片刻 脸上却笑了 新表姐 我明白你的心思 只是 你以为侯府是什么地方 穿成这样 怎么可能从大门走出去 说着 他再次打量他一番 笑道 更何况 你看你 面如春花 眼似秋水 这样随随便便走出门 也不怕人家抢了你 去做新郎 林元欣脸一红 面上顿时有几分疑虑 那 那你说怎么办 欧阳暖笑着望向他 这件事 你不妨去求求大表哥 只要他点头 事情也就成了 他 他一定不会答应的 林元欣刚燃起的希望 一下子又破灭了 我 你不妨去求求大表哥 你不妨去求求大表哥